Hello 大家好 我是中哥 今天影片是一個直播新更新的影片 不知是否只有少少 我希望自己不要太長期說太多 這段影片大概會說 交代一下之前發生過什麼事 現在在做什麼 和未來想做什麼 大概是這樣 首先說一下之前發生過什麼事 第一件事我想大家都應該已經知道 我已經沒有再幫學生 沒有再幫姐姐在他們公司工作 而是自己出來創作 正職現在是主要做個人訓練 健身教練 另外也有一兩份兼職 叫做維持生計 至於做什麼工作 我就不太方便跟大家說 之後有機會再跟大家說 如果大家不知道 其實我之前是做一個 建築人的工作 主要是幫建築師 就是我的姐夫 畫圖 畫一些建築圖 然後做一些扭扭扭扭扭 大概會做的事 至於為什麼我想退休這份工作 其實就真的很簡單 很簡單的理由 就是我想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 還有想花多一點時間 去發展一些我自己想發展的技巧 也不怕老實跟大家說 其實我想大家多多少少 應該看得出 所以我在學習這方面 其實興趣未必是這麼大 一直都沒有花時間去說 我讀這科讀成怎樣 然後出來工作的時候 有做成怎樣 我一開始選擇大學的科 我是想選擇 運動科學的運動科學 但就因為當時我中學 和大學的建築時 沒有讀過科學 所以大學就不讓我選擇 運動科學的這個科學 當時其實我的心態 純粹是想 隨便選擇一科 然後讀完大學就算了 當時姐夫也讀這科 然後好像很多朋友 也讀這科 我就覺得可以了 那我就讀這科 但就沒有想過過程會這麼痛苦 因為一直以來 我都知道自己 絕對不是走一些設計 或者是藝術 這些很創作的路線 一直想法都很偏向理解 所以讀這科學的時候 就覺得很辛苦 因為其實所有東西都是關於設計 創作 然後有很多軟件要用 但其實當中都是有一些樂趣的 而且尤其是真的完全不喜歡這科 起碼我都在這科學中學了很多很多東西 如何成為創作 軟件的技巧 我覺得對我來說 尤其是現在這個世界 所有東西都是電子化 網上化 我不懂中文 其實現在我是想發展一間正經的 一個網上化 網上化 其實這些軟件 如果一開始都是我自己做的 所有軟件 圖 網頁 各樣的設計 其實全部都需要用到的 這些軟件的技巧 其實已經幫到我很多了 健身這件事 其實已經是我九年前開始 十三四歲左右 其實當時做了健身一兩年的時候 已經是很想做一個個人訓練 然後一直到現在 馬板就是想越做越大 又說想 四五年前可能想開健身室 開一些 健身的健康 到現在看到COVID的趨勢 其實都想開一個網上的商業 當時沒有這個時間 亦沒有這個健康 因為其實之前我已經很多很多次 請病假 就是為什麼呢 我放了工作之後 去做個人訓練 當時都是一兩個下 然後又要做自己的訓練 然後又要兼顧 這個那樣 我不記得兼顧什麼 總之有一段時間 不是一段 是好幾次 每天都這樣承受自己 然後很容易就病了 睡眠質素質又不好 各個身心健康其實都非常不好 尤其是我們這些青年 經常都好像被人罵你 覺得你一定要很勤力 你每天一定要 好像Elon Musk那樣做事 做很多 一定非常勤力 除了你死為止 但是當我病了這麼多次之後 我就知道 其實我就算多努力都好 都要跟著自己可以接受到的 pace 起碼不要病的情況之下 繼續去努力 所以就 遲了一份工作 現在就自己出來闖 第二件事就是出過水痘 其實出水痘這件事 通常大家都是小時候聽過的 覺得好像沒什麼特別 出水痘 然後一個星期不上學 然後回來又沒事 好像沒什麼 但是不知道大家知道嗎 出水痘如果在成人出現的話 症癒會嚴重非常多 我夠膽說 出水痘這件事是我25年人生中 覺得最痛苦的一件事 水痘之前最痛苦的事就是讀Aki 但是水痘之後 Aki好像是完全 完全比不上這個水痘 因為這個真的很辛苦 正常的發燒感冒症狀 然後 全身都有痘痘 生到好像沒得再生 然後洗澡的時候 每一吋肌膚 一邊擦的時候 好像在走石春路一樣 而每一粒痘都好像一枝針一樣 你輕輕碰到它一下 它就馬上很痛的針來 你想想我全身 由頭皮 頭皮 然後臉 全部都是這樣 哇 兩晚都睡不到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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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痛苦 之後如果有機會 大家想聽的話 就拍一條影片 專門說這個水痘故事 是怎樣呢 第三件事就是我中了COVID 其實這個是最近次發生的事 是說的是上兩個星期發生的事 一開始就純粹覺得喉嚨有點乾 然後人發燒 大概是這樣 然後試試一下 然後就中了 之後那七天就留在房間 每天除了去廁所之後 都躲在房間 吃的方面 就直接在Woolworth 即是這裡的超市 買了一些送送回來 一些攝影機 就很簡單 就都沒有自己住 因為其實我現在住一間房子 就有很多人 如果出去煮東西的話 就真的都不太好意思 好像很容易傳染到給別人 中間一直以來 其實都沒有說有什麼特別大的病徵 一直只是發燒 然後喉嚨乾乾的 都不至於痛 然後不斷咳 還有很多鼻水 咳是因為有很多淡 但就不至於很辛苦的那種咳 真的整個過程好像一個 普通感冒 只不過是鼻水多一萬倍 真的多到飛起 多到好像可以倒入大杯水 舊的東西說完 就大概說一下現在發生什麼事 現在在做的第一項目 就是我的訓練 大家未必有興趣知道 但這是我 現在的最高的一項目 我的訓練項目 就是我要深樽120公斤 然後 deadlift 140公斤 Bench Press 100公斤 大概是這樣 訓練是第一項目 第二項目 就是我現在私訓練的 這個行業 就慢慢去想 不是想 是在做 一直去慢慢增加 暫時 Focus 最多的就是我的Instagram 大家如果未追蹤 也有興趣想看更多 健身的內容的話 就可以追蹤這個IG 那我就盡量每個星期 你都計劃 大概三個 都是一定要每個星期都要發出 然後額外就加其他自己的訓練 或者吃東西的心得 然後就發出給大家看 然後同時也在做一個 一個項目 叫做1%系統 簡單來說就是你每個月要付一個 價值的錢 你會有一個訓練項目 然後有一些很簡單的飲食 例如生活風格 以及動力的一些 提示 就是繼續做運動 因為其實在我剛開始做 個人訓練的時候 其實我慢慢都知道 很多人 真的很多人 是很想要健身的提示 但其實他們又未至於想去到 好像要請一個個人訓練回來 因為覺得請一個個人訓練回來 好像是一個非常大的誠意 而且是一個太大的包裝 自己未必需要 而最重要的東西 就是個人訓練 通常都收得非常貴 所以就提供一些 大家都可以提供的服務 有一些很基本的健身概念 那就做吧 而這個名字1%系統 其實為什麼有這個名字呢 主要原因就是 Be 1% Better 這個哲學 其實除了我健身之外 也是我這兩年的人生以來 我是最 叫做什麼 最信得過 最依賴的一個哲學 就算你想做 不想做 沒有 motivation 也好 你每天都一定要做這1% 每天都是1%的努力 慢慢去一路增加自己 希望自己不會說到一塊塊塊的問題 因為其實這段影片 我完全沒有寫過 純粹是寫了一些非常簡單的 就這樣說 就這樣說了 基本上 現在是在增加我的行業 主要在經營自己的IG 做好自己的品牌 給予多點價值我的追蹤 甚至有可能的追蹤 然後在建立1%系統的這個項目 同時也是管理其他客人 盡量做到最好 暫時就是這樣 另外現在發生的事情 就是讀書 看書 就已經培養了這個習慣 差不多1-2年了 雖然也不是看了很多書 也不是經常都很想去看書 不過就是 逼自己有一個小習慣 就是看書 現在就設定了一個 目標 不是目標 是一個需要做的事情 就是每天3點 如果沒有功法 沒有課程 就立刻找個地方 坐下 然後好好地 看書 就是這樣 現在看的書 就是《Atomic Habits》 《原子習慣》 好像叫做 這本是好似最好的售書 這本書 大致上說的東西 其實都是跟我的理論 非常之相似 就是要專注於長期的 少許的增長 以及它也有1%的哲學 不好意思 大家 我經常找不到適合的詞語 去表達我想說的東西 我現在看的書 全部 要是自助 要是商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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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有關於做運動的書 主要都是看這三類型的書 其他 故事書 那些 都真的沒有看 可能遲些 如果 多些時間 真的很喜歡看書 才會開始看 這就是我現在發生的一些事 例如說 就是 我的訓練 我的訓練 我的第一項目 另外就是 讀書 暫時都是這三項目 為主 再說說未來 未來 未來我想做些什麼 就真的沒有很多事情 只有一項目 就是 我每個星期都可以出一條影片 每次都說 很想出片 然後又隔了差不多7個月 才出一條影片 現在的頻道已經沒有人看了 但是 其實我一直以來都很想去經營YouTube的這個頻道 但其實一直以來都是有一個壓力 好像不知道要拍什麼 就 不太知道自己的方向想怎樣 因為 因為以前一直看我的影片的觀眾 其實對我的印象都是搞笑 無厘頭的影片 大家看都很開心 但是到拍到一個位置的時候 其實我自己可能想拍一些關於productivity 甚至現在很想玩一些吃東西 對 很迷惘 就不知道自己想拍什麼 但是到一個點 現在 我就 根據我最喜歡的YouTuber Ali Abdel 他之前說過一件事 就說 你想建立一個YouTube頻道的話 其實一開始 你不要完全專注在質素 你專注在質素 你一直把影片彈出來 頭那五十條影片 是讓你提供你的技能 之後那五十條影片 是開始提供一些價值給你的觀眾 我暫時都是想採取這個方法 去重新去增加我的頻道 所以現在每個星期 我有什麼影片 無論是我喜歡 大家喜歡的影片 我只要一有影片 一有idea 想拍的那一天 感覺到要拍的 那我就先拍了 都先拍了 不管影片 好看 不好看都好 現在這個段階 都是一個quantity的段階 就是把所有影片 都放出來 每個星期六 或者星期日 就盡量出一段影片 然後一直拍的時候 才慢慢去找回自己的方向 然後就慢慢去聽一下 你們的意見 看看你們其實是最喜歡我拍什麼 當然其實現在這個星期 我知道大家都喜歡看我 和姐姐一起拍一些搞笑片 拍一些很無厘的影片 但是老老實實 這些只是我在鏡頭前面的一面 雖然我很多朋友都可能覺得 我很無厘的 不斷慢慢的 但是 還未至於小丑到一個 像在鏡頭前面的 展示給你們看 這樣 大家告訴我 你們想看什麼 我又繼續拍一下 不同的影片 給你們看 看看大家喜不喜歡看 這樣 OK 今天這條影片 就拍到這裡 希望之後 都可以繼續 每個星期 每個星期 出一條影片 就有什麼影片 出給大家看 因為其實都很好玩 說真的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就記得按讚 分享和訂閱 還有按鈴鐺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